《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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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創作跟開這個藝術故事館 其實也是因為我的父親 所以呢 他是我的動力 他也是我追逐的一個背影 因為我用創作的時候來想念他 我的父親是一個廣告師父 那從我從小開始 在我眼前每天都有一個 我的父親在我的眼前做畫 用他教我的藝術種子 那我一直在發展他 也到了很多他沒有辦法到達的國家 《談到畫畫》 是黃冠宇老師和父親最深刻的連結 從小便受父親的藝術啟蒙 投入濃厚的熱情和心血 也讓黃冠宇老師日後 在藝術各方領域上 展露傑出的成就 我發覺父親給我的透視立體 這個概念很深 那也成就了我在創作的每一個作品 跟雕塑都有很好的觀念 在我出國念書的時候 又增加了很多的我的異國的一些 藝術的氛圍的精神跟理念 黃老師畢生走訪世界各地 吸納各國的藝術精華與風格 回台灣後 不僅成立藝術故事館 這次更將藝術結合工藝 特別在普里基督教醫院 展出個人作品 用以針畫鏡的筆觸 勾勒萬物豐富的生命力 傳遞藝術療癒人心的力量 我覺得她的畫非常療癒 跟她談話的時間 有一種人生的一個哲理 在學畫的當中就非常有趣 而且可以感受到那種很溫暖 很溫馨的情感 她會先讓你自由地去發揮 在最後的時候她都會來指導你 突然的一筆 你就會覺得整個畫就亮癒起來了 一面之緣 我看到她的口罩 我非常的喜歡 她告訴我這次她的畫作 她是一個心靈療癒畫家 所以她是透過她的畫去療癒人 而且她不是只在台灣 她走到世界各地去透過她的畫 去做療癒的工作 我就看上了這幅叫王者的風範 是一頭獅子跟一隻貓的關係 貓在獅子身上感覺有很強烈的安全感 那獅子呢 讓貓感覺到很有愛的感覺 真正的王者應該是很有愛的 能夠去讓身邊周圍的人都很喜歡靠近她 然後呢她才能夠去幫助到所有的人 作品彷彿畫家內心世界的映照 這裡的每一幅畫正是結合老師自身的創作理念 浮以3D眼鏡後 畫作更加生動且具生命力 近年來更將作品推向人文商業等多元領域 我的指導教授 我在這個過程中學習的時候 我發覺她一直鼓勵我 因為藝術它是需要被推廣的 她給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商業模式的觀念 把這些生活上的實衣住行的所有你看得到的東西 都能夠有藝術來去推廣去加分 我真的非常榮幸當關羽的教授 她已經擁有了日本榮譽的藝術博士的學位 但是她非常的努力 將她的藝術跟商業模式做一個結合 除了在感性一面以外 她也把理性方面充分的整合起來 是一個很優秀的藝術家 也是一個很優秀的創業家 我更期許她 就是能夠在她的這個畫作領域裡面 充分發揮她的愛心 然後跟慈善的結合 對社會能夠有相當的影響 導致更正面的能量進來 即便是穿梭多次大型國外展出的藝術家 老師依舊不放下畫筆 除了積極帶學生們參訪展覽 也持續在國內外比賽中大放益彩 我們其實藝術家要發展是不容易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走出這個傳統的路線 我們要怎麼樣去結合大家的力量 然後又創造大家的藝術價值 這是我現在目前一直在努力的 我希望說我們在國際展出裡面的時候 都是台灣不缺席 然後也是一個每一次都是活在當下的 與大家交流友善的交往 跟對未來我們的藝術發展 後背也好先進也好 都會有很大的一種機會跟結合 讓我們這些藝術家很有願景的 然後又能夠參與在生活中有藝術的方式 期待每個來看畫的人 藉由畫布裡堆疊的色彩與奇幻 喚醒愛與關懷的感知和能力 更期望串聯起各界社會力量 透過藝術活動用藝術讓愛在社會上蔓延開來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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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